第六百七十七章 展出带 金发男子目光如同火炬般 向前走去 这是在警告他吗 在他看来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与针对 你在对我说话吗 他平淡地问道 脚步有力 向前逼近 身体发光 黄金血气澎湃 非常压迫人 他嘴角翘起 带着一丝绩笑 更有一种冷漠 高高在上 以俯视的姿态盯着十号 你可以这样认为 十号回应 金发男子沐浴火焰中 机体上出现许多金色符号 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不过却显得很冷 也遇到 这么自负 我看你会早腰 很难活过今日 你这个年岁 如果被杀掉 不算腰折十号开口 哈哈 杀我 在我面前张扬 送你上路 金发男子说道 一瞬间爆发神力 符文交织 虚空都被染成金黄色 这片地域 彭扶有汪洋在汹涌 剧烈起伏 十号身材修长 安静时很清秀 眼神清澈 牙齿洁白 笑起来非常灿烂 此时盯着此人 以实际行动回应 他捏拳印 主动出击 一瞬间而已 他由宁静变成霸气 浑身血气如针笼盘绕 自机体弥漫而出 一下子旁若神魔灵雾九重天 金发男子身在苍穹上 俯瞰下方 痴笑道 我纵横数周 出道至今 只杀奇才 今日杀你希望不算是污了我的手言下之意很明显 西落十号不过如此 只能让他勉强出手而已 想死就过来吧 十号严谨一该 做好了大战的准备 他要立威 要斩一个初代 如此才能震慑四方 金发男子身在高空中 一步踏了下来 速度快到极点 留下一金色的残影 抬脚就踏向十号的天灵盖 这半空中顿时响起一声炸雷 伴着他迈步而来 黄金符纹如惊涛拍案般沸腾 在虚空中剧烈冲击 这是何等的跋扈 一只脚落下 静止踩向十号的头盖骨 这不仅是自负 还是对十号的一种侮辱 他刚一上来就这样出击 是赤裸裸的蔑视 霸道与强横 要活活踏杀一位初代 彰显自己无上风采 杀 十号喝道 满头发丝狂乱舞动 他游进道洞 气质大变 如同一尊神魔复苏 目光犀利射人 周身血气滚滚 他右手全映璀璨 轰向高天 如同一轮太阳炸开 无穷的符纹冲销而上 全部冲向金发男子 对方敢这样霸道 如此踩踏而来 他自然也动了真火 强势一击 要摧毁那只脚掌 轰 两者大碰撞 绚烂光与飞舞 天空中到处都符号 密密麻麻 这是古老的宝树对决 是神通的对抗 不得不说 金发男子非常强大 一脚之威 汗天动地 足以将山峰堕成飞灰 让大地崩开 而这样全力一击 他像一个人的头盖骨 可想而知多么的凌厉 一旦击中 血肉之躯必将崩碎 化成血雾 咚 十号腾起 捏拳印 轰开符纹 要展开绝杀 给我破 此人身在高空 那只脚发光 绽放无以伦比的黄金符号 构建出星河图 浮现脚底 宛若一方星空镇压而下 狂人有其自傲的资本 的确强大 可以虐杀各大强势种族的天才 十号目光深邃 权印不变 但是当中却已经多了几种奥义 太古朱雀伺机 真黄斩翅 这些都残缺宝树 但通过原始真结演化 画斧为奇 同时 它也催动出鲲鹏真力 融合在一起 让这一拳分外可拍 无坚不摧 相隔很远 众人就能感觉到 这一拳的霸道与恐怖 震动虚空 让周围的空间都扭曲了 要爆碎开来 而所有这些都隐藏在闪电符文下 十号的拳头发光 雷电交织 爆发绚烂的芒 震动了整片天地 这让闪电子尤为吃惊 它可以确信 对方另有秘术 这只是表象 轰 伴着一声巨响 伴着雷霆的拳头击穿了那片星图 如同一幅画卷被撕开 而后燃烧 在闪电绽放中 刺目而绚丽 这是十号的强势一击 全印如虹 逆天而上 最后轰在了那只脚掌上 噗 鲜血飞溅 骨骼裂开的声响传出 那只通向十号头颅的脚掌军裂 符文暗淡 那只脚将要不保 与此同时 十号画全印尾爪 砰的一声攥住他的脚踝 声声向下扯来 仅此一抓而已 这脚踝以下的部位再也抵不住 迅速撕裂 而后银白骨快与鲜血出现 触目惊心 众人震撼 这才刚开始 这个少年就得手了 十号向下猛力一带 扑的一声 鲜血染红虚空 那脚踝跟住脱落 生生斩掉了对方的那只脚掌 许多人哗然 这个地方烟霞弥漫 符文流转 变得朦胧了起来 嗯 忽然 十号预感到不对 没有听到惨叫声 四周景物还模糊了 这不是大上的征兆 不 终于 他发现结断下来的脚掌 变成了一小段藤腕 所谓的血液 也化成了金色的枝叶 并非血肉 疼 这个人是谁 金蝉脱鞘 这并非其真身吗 观战众人惊讶 凝神注目 寻找金发男子 无声无息 沃崖雨霞光中出现四条金色长藤 分别缠绕住十号的四肢 诡异而恐怖 随后散发滔天的黄金光 给我炼 不远处 金发男子冷漠无情地说道 看不清其躯体 只有一双瞳孔在雾矮中散发悠悠冷芒 他要裂开十号的四肢 开 十号断合 撑开洞天 缠绕他四肢的藤腕被压制 闪烁的符文快速暗淡 他猛力一震 几声脆响传来 如金石断裂 四条金色藤腕断落 而远处那个金发男子 则传出一声闷哼 十号目光闪动 盯着前方 火金族的藤衣分明没有出手 这个人是谁 怎么能催动这样的藤腕 雾矮消散 金色男子毅力 周围黄金火跳动 他脸色冷漠 双手在结印 一股更加强大的气息爆发 我知道了 他是太阳神藤殿的神子 名为精烈 有人说到 认出了他的身份 这让众人惊讶 而后一领 那绝对是一个可怕的地方 生长有太阳神藤 该族年轻天骄的强大 无庸置疑 十号曾见到 太阳神藤一族的巨头下界 被柳神斩断 而后顿走 回归上界 想不到他也遇到了 这一族的人 他承认 这个名为金烈的人 有自负的本钱 的确很强 我金烈自出世以来 还未尝一拜 今日你让我吃了个小亏啊 金发男子自语 目光更绚丽了 喷波火焰 下一刻 在他周围 藤腕密布 迅速生长 挤满了虚空 都是黄金色的古藤 并且伴着熊熊到火 太阳神通一族的至高宝树 神藤到火 有人低语 更多的人则露出异色 仔细凝视 那火光果然可怕 烧得虚空扭曲 还有那无尽的藤腕 闪耀符文 构建成一座沙阵 神藤到火占据天空 何为十号 将它挤压向中心 任你手段万千 我自愧然不动 十号心中自语 撑开洞天 守护己身 冷漠看住惊烈 一 所有人都惊讶 那可怕的到火 逼近十号的光团中 竟暗淡了 杀伤力锐减 而那些金色的藤腕 刺入进去时 更是违逼 符文消退 有被磨灭的征兆 好可怕的场域 这是什么 我怎么觉得像是洞天 众人惊讶 同位初代 都很自信 但此时还是露出金融 金烈吃惊 居然被阻挡住了 它猛力催动宝树 令到火与金色藤腕 迅猛攻进那团萌萌的盛光中 与此同时 它抬手间射出一条特别的藤腕 如同黑色水晶 并非金色 发出污光 瞬间破入十号的唯一洞天内 十号探手 猛力一抓 当即感觉到一股刺痛 它的手掌竟然流血了 那时 金烈傲视同代的资本 据传是它不同于族人的一段疼 是上天赐予的符文化成的 有人说道 沙纳间 十号爆发 运转原始真解 伴着万族古文共鸣 平凡中蕴含着至高伟力 它全力摧毁这条黑色的藤 咔嚓 黑色藤条末梢断裂 金烈惊叫了一声 急速倒退 脸色难看到极点 这条藤无间不摧 能毁人宝具 吞噬人精血 无往不利 它从未失败过 今日却受伤了 轰 十号脉步 动天发光 将它守护在内 如同一尊大火炉般 逼向前去 将神腾倒火等全部击溃 它一拳向前轰去 要击杀精烈 很好 你这么强大 也不往我动杀机 送你上路 精烈竟发出这样的声音 镇定与冷酷无比 它快速开启一个特别的石盒 古朴无比 镇刻各种生灵 一瞬间 盒子中冒出丝丝雾气 然后一块婴儿拳头大的黄泥飞出 砸向十号 嗯 不仅十号一阵惊悚 就是奇观战的初代 也都毛骨悚然 还有几位点燃神火的生灵 也都快速避退 含毛倒数 这块黄泥不知道为何 很要挟 发出微弱的光 带着一丝雾气 竟有毁灭万物的气息弥漫 让人胆颤 是那块黄泥 众人想起了一则传说 昔日有教主及人物 进入广袤无人区深处 不小心踩在一块黄泥上 他泛出微弱的光 将那位老教主化成血泥 后来 据闻太阳神藤殿的巨头赶去 没有发现那块黄泥 在原地看到一块湿润的土壤 小心收起并炼化掉了 太阳神藤收起的泥土 有一些黄泥的特性 经过验证 发现异常可怕 显然 神殿的巨头将所得到的黄泥 赐给了这位子孙 让他带进秘境 这简直是可以绝杀任何人 此泥一出 谁是骑对手 简直是作弊 在这电火石花间 十号听到了他们的议论 一阵心惊 难怪精烈这么嚣张 如此的自负 竟有如此底牌 他快速后退 然而黄泥却急速接近 他左躲右闪 都没有办法避开 这黄泥太诡异了 竟追逐住他不放 越来越危急 关键时刻 十号将单卢取出 因为这卢子很神秘 并且当中收着 非同一般的东西 仙坟的土 当揭开卢盖的沙纳 说也奇怪 黄泥静止没入了进去 沉入卢底 与那仙坟的土 纠缠在一起 而后寂静 众人看到的目瞪口呆 黄泥被收走了 虽说并非那块 真正的可怕黄泥 但毕竟也带着一些特性啊 你纳命来吧 十号大喝 杀相精烈 这一战已经没有悬念 精烈很强大 但并不是十号的对手 失去了黄泥 他没有了仪仗 且走脱步了 轰 接连大战 黄金火焰滔天 符纹密布天地间 金色的藤叶 还有藤腕不断被击断 脱落下来 砰 最后 十号凌空跃起 一脚踏在精烈的头颅上 踩了个结结实实 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咔嚓 精烈惨叫 头盖骨出现裂痕 险些粉碎 随后 十号如闪电般落下 扑得一掌 斩在奇景象上 一颗头颅斜飞了出去 因为初代被斩了 震惊当场 初代战火燃起 向兄弟姐妹们 求一张月票 希望大家能支持下 多给陈东动力 第678章 精烈人头飞起 无头尸体倒下 化成一株金色的藤 并有灿灿枝叶溅出 而黄金符纹则瞬息暗淡 十号快速冲去 抓向藤上的一条 特别的枝丫 那是一条黑色的藤腕 乌光流动 它蕴含有先天法则 恩 居然没有斩断 这让它惊异 这一刻 所有人都变色 十号这是在截取神藤的 先天宝温 这相当于 人族初代的至尊骨 虫铜等 这种东西是上苍赐予的 独一无二 是此前并未有过的 奇异秘书 故此也就有了初代之称 有点燃神火的生灵 眼睛炽热 悄然逼近 想行动起来 因为这条藤价值连城 蕴含有先天宝树 给我断 十号喝道 它猛然用力 双手发光 竭尽所能 要截取这条乌黑的神藤 也许能得到上面的符文 最差 也能获取一件先天宝具 可惜 在它发力的时候 这条乌金藤光雨点点 被一颗受牙散发的符文包裹 一下子挣脱了出去 怪不得寻不到命符 十号自语 它一直想夺一枚命符 结果始终无法发现 原来藏在先天符文印记中 正是因为如此 可以确保持有者的先天符文 不被人夺走 十号拔下龙雀一根真语 想关起原始真骨石 同样失败了 也是这个原因 黄金纹落闪烁 一株太阳神藤在远处浮现 真身重组 而后画出金烈的样子 它无比怨毒 盯着十号 我会杀了你 是吗 你还敢进来吗 我很期待呀 十号大眼眨洞 舔了舔嘴唇 一副很向往于渴望的样子 金烈满头发丝乱舞 金光澎湃 羞脑与震怒 脸上满是难堪的神色 霞光一闪 它被光雨裹着消失了 真遗憾 十号摇头 那兽牙命符与蜜镜 有无法分割的联系 金烈被杀 严格来说 这是第一位被斩的初代 众人虽然交过手 但没有这么激烈 人们知道 接下来蜜镜将充满危机 有了第一位被杀的初代 开了仙盒 就如同打开了魔盒 谁都不会留后手 秘镜出口 祭坛上 光雨洒落 一道人影浮现 这里大教人马很多 都在西纪教中的弟子 在秘镜中获得造化 此外还有无穷无尽 没有机会进入秘镜的修士 也在关注 挤压满了天地 想了解里面的情况 这个人是 金烈 来自太阳神藤殿 有人认出他 非常吃惊 而其他人则哗然 这可不是寻常的强者 是一位真正的初代 拥有独一无二的先天宝树 居然被杀了 可想而知 秘镜中有多么的残酷 神子大战 年轻至尊争霸 已经拉开序幕 许多人热血澎湃 恨不得入那去观看 那绝对是一场盛况 可惜外人不能进去 这让所有人都遗憾 一位初代被杀了 真是难以想象啊 秘镜外 众人议论纷纷 金融难掩 这让金烈面色铁青 因为所有人都在谈论他 在猜测究竟是谁将他斩杀 作为一个失败者 这种自卫太难受了 小友 你在与谁对决 一位老教主开口 盘坐在虚空中 身影模糊 睁开眼的沙纳 如两道闪电 在黑暗中划过 金烈虽然狂傲 但是面对这等人物 却也不敢放肆 如实道出 这一刻 吼族老族紫萌 布老山的秦长生等 都露出一色 几位教主皆惊讶 居然又是他 而群雄则愕然 不敢相信 又是那个少年魔王 他杀了一个初代 这家伙先杀火魔宫的人 再战吼族年轻王者 而金竟然又开始斩初代了 火魔宫的人泪流满面 为什么每次都要提到他们 真是受伤啊 众人沸腾 居然出了这样一位神秘强者 他应该没有命符 不然会被登记在岸 可以知晓其身份 显然 这是一个暗中混进去的年轻至尊 对自己绝对的自信 根本就不用命符 让人们越发地感兴趣 真是期待啊 我看他还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难道会连斩天骄吗 吴 他可是杀了仙殿那位年轻大人的仆丛了 多半会有一场金石大战 真期待他们立刻相遇秘境外 所有人的情绪都被调动了起来 人们振奋 渴望秘境中的大对决 秘境深处 湖泊成片 水雾鸟鸟 十号斩掉一位初代 让所有人都掂量了一番 尽管很多人无惧 但是也不想这般平白无故 去大战一番 秘境中 有很多造化 一株银龙帘虽然珍贵 但也不至于去血拼 不远处 魔女与月蝉的大战还在继续 这两人实力相仿 谁都难以击杀对方 不然也不会从下界纠缠到现在 十号一位会被群殴 现在看来 这帮人都很骄傲 不屑那样做 也许还没看到真正逆天的大造化 一旦发现元天至尊的传承 或者出现他的无上宝穴 那个时候多半就不同了 将其左腿全部覆盖住了 符纹闪烁 异常归美 这样的宝衣 也不知道比银龙帘价值 昂贵了多少倍 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月蝉仙子 既然送了我一块天蝉甲 就好事做到底吧 再送一块如何 让我拥有对称美 十号嘚瑟 众人实话 这一块钱 这家伙得到了月蝉的天蝉衣 而且是腿上的 她是怎么得到的 绝不可能是月蝉仙子送的 哎呀呀 月蝉姐姐真是大方 连这种与金银机体交融 最为珍贵的内甲都可以送人 豪放啊 魔女倾笑 谋波流转 适时打击 月蝉眉心有印记闪耀 神魂攻击更强了 有朦胧虚影扑出 要斩杀魔女 哎哟 仙子你这是怎么了 想杀人灭口吗 魔女浅笑 与之对抗 你我这个级别的战斗 还妄想以言语干扰 根本没有意义月蝉平静 肌肤雪白如玉 气质空灵 并不受影响 再想扒一件天蝉甲 难度很大 十号自语 围绕着两女转悠 一副要出手的样子 众人发呆 这家伙是自己扒下来的 所有人都露出一色 人们看了一眼 十号 又看了看月蝉 那双修长与 晶莹雪白的玉腿 产生了种种联想 觉得风光以你无限 哈哈 魔女大笑不顾形象 前仰后合 但却不难看 反而有一种 另类的美 她秀发飘逸 身材恶挪 拥有一张青橙容颜 美眸若宝石般发光 肌肤雪白 如同一个精灵般 气韵出众 月蝉姐姐 你的腿怎么了 虽然引白若象牙 但好像有指引偶 魔女嘻嘻笑道 显然 她是在故意乱语 激怒月蝉 一群人都露出 一样的神色 而后看向十号 还有人低语 道 仙殿那家伙呢 不是同补天教的仙子 走得很近吗 为何未出手 咦 她不在 轰 就在这时 天际发出刺目的光 爆发大战 那里有一道身影 手持虚空战戟 舞动天风 雄霸天空上 带动着无穷的符文运转 简直要匹列天穷 神资射人 另一边 有一盏金灯发光 立着一个同样魁梦的青年 两人针锋相对 将要大对决 那个区域十分朦胧 仙物鸟鸟 有一块符牌冲起 两人同时出手 正在争抢 这是进入传承地的古符 众人吃惊 全都冲了过去 想进入传承地 必须有古符才行 虽然不止一块 但是抢先得到 早一步进去 自然能得到更多的造化 在众人冲向那片区域时 十号准备击杀月蝉仙子 两人是敌对关系 他自然不想放过机会 然而 就在他准备出手时 有人也描上了他 从暗中急速冲来 带着神火 猛烈拍了一掌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正在与魔女激战的月蝉仙子 急速横移向一旁 躲避十号的恐怖攻击 而十号也是一惊 迅速跃起 避开后方神火强者的奋力一击 赤凌空 十号终于看清是谁 聂处 你那命来 赤凌空与族中另一名神火强者 一同袭杀 老东西 现在没空搭理你 我去取古符 回头再斩杀你们 十号说道 目光闪动 他看到魔女与月蝉分开 冲向前方 他也跟了下去 后面 两大强者追赶 但是十号的速度太快了 鲲鹏法与闪电交融 掩盖真相 他风驰电掣 几个闪面 就从这里消失了 走 我们也去 得到古符要紧 若是能开启 竞技传承 那比什么都重要 赤凌空咬牙道 当进入这片区域 物矮更重了 爆发了混战 所有人都在争夺古符 轰 十号刚一临近 就有人跟他对了一掌 霞光迁道 神力澎湃 进入这片区域 所有人都是竞争对手 笨 他惊讶 竟然是秦昊 身上的长生战衣在发光 他并不想与这个弟弟生死搏杀 虽然被袭了一掌 但就此横空而过 没有再出手 爷爷来了吗 十号退到一边 在附近寻觅 他知道 如果那个人是祖父 进入秘境多半是为秦昊而来 那时 他心头矩震 没有想到 真的在这里 看到了那个特别的青年 就在不远处的一座山峰上 正在凝视秦昊 那个人神色复杂 有溺爱 又有距离感 还有回忆 更有痛惜色 他很想要上前 但却又止步了 十号见到这一幕 心在颤 他快速接近 第679章 祖孙重逢 十号身体在微微发抖 那是祖父吗 他很激动 也很紧张 山体不高 草木风貌 青年站在一块巨石上 望着远处的秦昊 嘴微张 想要说什么 却又闭上了 吼 突然 一声急促而刺耳的吼声传来 在那山峰上出现一只金色的巨熊 高有十丈 一巴掌向青年拍去 满嘴牙齿雪白 犹若利剑 这是一个尊者精的生灵 刚气浩荡 金色符纹如火 澎湃而下 十号一惊 忍不住长笑 因为那个青年心虚不宁 在这种情况下 很可能会被偷袭 他背后出现模糊的双翅 加速冲来 他可不想出现意外 若是祖父 万一遭劫 那简直不可想象 是 神光一闪 青年消失 速度快的出奇 避过了那只金色的巨熊 十号放下了一颗星 这个青年警觉性很高 并且伸手超凡 在原地留下一道残影 是个高手 砰 十号到了镜前 随手一挥 刚风浩荡 这头实力强大的金色巨熊 被他扇飞 他看中那个青年 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结果却发现 对方在迅速倒退 与他拉开了距离 显然 对方很警觉 对他抱着戒备之心 在这秘境中 谁都不能相信 所有人都要相互防备 不然随时会被斩掉 请问你是 十号在说话时 声音在动 他看中青年 情难自艺 轰 一道闪电批来 粗大无比 激向十号的天灵盖 十分壮观 宛若一挂天河清险 十号仰头 见到是闪电子出手 那枚古符 居然被打到这个方向来 闪电子速度最快 急速追来 显然 闪电子是他为竞争敌手 先下手为强 十号大怒 刚遇到疑似祖父的人 就被这样干扰 他自然极度不满 与此同时 他挥动一拳 轰向天穹 同样是雷电 还伴着昆蓬丽 且有原始真洁的奥义 逆冲向天 这一拳记得虚空轰鸣 如破烂的画卷 在稀里哗啦的抖动 闪电子一惊 他有些无法理解这个人 十号并没有跟他争夺古服 只是因这一拳而发怒 接着 树名初代冲过 有人向下轰击 这让十号很不爽 接连出手 甚至撑开洞天 想要拘禁下来一个人 暴打一顿 那个青年在倒退 神色不定 戒备心更重了 看出十号的厉害与不凡 古服远去 这几名初代一冲而过 没有了干扰 十号跟进 在后面传音 道 请问你来自下界吗 那个青年止步 露出一色 十号也知道 这样追来并且如此发问 显得很突兀 让人会更加生出戒备之心 我没有恶意 他止步 无比坦诚 眼神清澈 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声音不再发抖 你是谁 青年一看便久经风浪 非常镇定 我也来自下界 十号轻语 这样一说 他冒了极大的风险 如果此人不是十五爷 那麻烦就大了 他现在等于露出了一些破绽 青年目光深邃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十号心中焦急 对方这是在戒备 还是其他 如果不是祖父 情况将很严重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我能感觉到 你没有恶意青年开口 他有一种敏锐的神觉 出自本能 这一点倒是与十号很像 直觉强大 十号稀奇地看住他 这一刻竟然有些煎熬 他无比地紧张 因为他太在乎了 生怕错过 或者认错人 我的确来自下界对面的青年 平静地说道 盯着十号的眸子 观察他的表情 这一刻 十号的心弦剧烈一颤 他差点大叫出来 强忍住冲动 道 你可是被称作 大魔神的十族人 青年瞳孔急皱收缩 盯住他看了又看 没有说话 你进入秘境 是为了看秦浩一眼吗 你有一子 名叫石子凌 十号不断开口 看住不远处的人 他很激动 看来 你洞悉了我的身份 了解我是谁 青年说道 他看住十号 有些不解 也生出疑虑 开始戒备 因为 他实在想不出 这个少年会是谁 为何能知道这么多 恐怕就是秦族的人来了 也认不出他才对 若非神觉敏锐 感应到眼前这个少年 没有恶意 他早就出手 或者顿向远方了 根本不会回应于理会 你在下界还有一个孙儿 是吗 十号说道 清澈的大眼略微泛红 有喜悦 更有激动 青年听到这句话 一下子沉默了 有种伤感 难以掩饰 道 是 我的孙儿在下界 他无法上来说道到这里 青年望向天际 心虚激荡 露出极许悲意 他在尽量平复自己的情绪 他如果还活着 一定不会比上界这些初代差 说到这里 青年脸上有伤感 也有无奈 还有种凄凉 他最在意的孙儿 天纵之姿 却战死了 显然 青年就大魔神十五爷 他想到往昔 机遇难消 自己的孙儿 是天生的至尊 结果被人挖去真骨 受尽磨难 自幼流落在外 最后 那个孩子靠自己崛起 怎奈命运多舛 英年早逝 想到这些 十五爷心有大悲 道 我的孙儿 不比任何人弱 本是天生至尊 但是他没有办法 来到上界了 有办法 他来了 十号再也忍不住 眼睛发红 冲到了镜前 你在说什么 十五爷目光大盛 盯着十号 他没有死 十号微笑 眼中有泪 我的号儿如果没有死 一定可以呼啸天地间 可对抗所有初代青年 颤声说道 而后死死地盯住了十号 会有那样一天的十号落泪 你是谁 究竟是谁 大魔神贺问 他不敢相信 因为得到了确切的消息 早已证实 自己的孙儿死去了 爷爷 我是你的号儿啊 我还活着 十号重来 并且不再掩饰自己的气息 释放出真正的血脉之力 这一刻 大魔神震惊 他也感觉到了 这个人很清静 两者血液 庞扶可以共鸣 这是一个很清静的人 我的号儿 他颤颤巍巍 伸出一只手 向前抚摸那张脸 哪怕这是一场梦境 是天国的猎杀者伪装 他也很想投入进来 我的号儿 不是死在下界了吗 十五爷哽咽 想到这些 他的心脏一阵疼痛 没有 爷爷真的是我啊 我没有死去 还活着十号在一瞬间 快速露出真容 让自己的祖父看清 什么这是 十五爷身体矩阵 他看过十号长大后的画像 此时一个亮腔 难以置信 道 这是梦境吗 我是谁 大魔神的孙儿 失去一次至尊骨都能挺过来 区区先殿的一种诅咒 一块烂铜锈 能要我的性命吗 那不可能 十号微笑着落泪 哈哈 十五爷大笑 一双眼中 泪水不断滚而下 他有伤悲 也有畅快 还有无尽的喜悦 现在是真还是患 他甚至有点分不清了 因为心绪波动的剧烈 情难自惊 这个惊喜来得太突然 哪里来的疯子 在那里又哭又笑 远处有人冰冷地说道 朝这里冷冷地瞥了一眼 十号背对住那个方向 没有转身 而是快速脸去真容 动用朱燕一族的七十二变神通 改变了容貌 而后 他转过身 道 走开 显然 这是一名初代 此前没有见到过 但是可以感知 其体内有蓬勃的生命惊奇 异常磅 让我走开 那个人冷冷地扫射过来 身上穿着黑色甲胸 带着一股冷冽的气息 破人之急 是 他通体散发乌光 黑色甲胸 经营了起来 直接出手 持一口黑色的神剑 向前力劈 并且赤道 滚 这一道剑气绝世猛烈 扭曲了苍穹 将十号与十五爷全部笼罩 这已经不能用剑气来形容 更像是一片剑海 震慑人心 爷爷 你稍等 十号说道 而后 因着这片剑海 冲了上去 催动一身的惊奇神 毫不保留地出手 他的洞天在发光 不断放大 阻挡住了整片剑海 并且他挥动拳头时 朱雀 真黄 酸泥 雷天雀等 全部浮现 万灵图与原始真结的符文结合 被他悟出极尽傲义 此时全力一击 震动天地 轰 天地聚颤 这里摇动了起来 一 来自民土的家伙 遇到了对手 那是明子 绝世强大 居然被人阻住了 是那个被称作魔王的家伙 不久前斩杀了精烈 现在又对上了明子 这一战 引发这片战场 很多人关注 都露出一色 十号承认 这个明子极度强大 比精烈厉害不少 是一个可怕的敌手 在其周围 明光沸腾 轻视神力 轰 强大的明子被震退了 两者激烈搏杀 很快就过去了上百回合 让人吃惊的是 那个魔王依旧没有露出自己的先天宝树 明子可不是一般的人 曾杀过初代 极其厉害 居然遭遇了大敌咔嚓 电芒滔天 各种神情猛兽浮现 十号演化万灵图 将明子体外的黑色明光阵散 一拳轰了进去 扑 鲜血渐起 大战三百回合后 十号将明子轰杀在半空中 当命符将明子重组 再现出来时 十号之冷冷地扫了他一眼 道 滚吧 你 明子气劫对方将他的话 原封不动地还了回来 不同的是 对方将他击杀 而后才这样说道 不服气 你尽管回来 到时候杀你真身 十号平淡开口 而后他转身 快速来到祖父境前 你是我的孙儿 十五爷震惊而又激动 这个少年竟如此厉害 直接轰杀了一名初代 第六百八十章 无上传承 所有目光都投向这里 明子居然被杀了 又一位初代被斩掉 这绝对是一件大事 尤其是明子非同寻常 他来自民土 实力强横至极 就是追谷福尔远去的初代 也被惊动 隔着湖泊与秀丽山峰 透过朦胧水雾 向这个方向凝视 爷爷 真的是我 十号以神识传音 扶着十五爷的一条手臂 他眼睛发红 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终于祖父相逢 这一刻 他满是喜悦与感动 且心中发酸 我的 浩尔 大魔神本是一个铁汉 但是现在却在微微颤抖 盯着眼前这个 可以力展出代的少年 当初得到噩耗 宛若晴天霹雳 在他心头站开 无比的遗憾与苦涩 白发人送黑发人 心脏剧痛无比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他内心中 还是一片阴霾 十五爷像是失去了 某种精神 这段日子 他苍老得很快 因为 他心如死灰 最渴望 最想见到的孙儿死去了 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哈哈 十五爷大笑 老泪滚下 今日重逢太意外了 让他不敢相信 这是一场奇迹 慰藉了他苦闷的心灵 两头黑色的神尸 五六头盘旋的 纯血猛禽 还有几株古树 迅速从十号所站立的 区域消失 都是秘境中的 强大生物 很快 附近的修士退走 相距足够远 才停下来 不敢临近 就是几位点燃神火的强者 也都露出一色 看向这里 感觉到这个少年 是个棘手的生灵 秘境出口 祭坛上 黑雾弥漫 一道强大的身影出现 黑金甲昼 散发冷烈的乌光 带着一股死亡的气息 一双眸子在黑暗中睁开 冰冷而无情 他像是来自地狱的死神 让众人站立 又被击毙了一个非同一般的修士 这个人是谁 七夕怎么会如此可怕 我觉得比太阳神藤一族的神子 厉害几分有修士低欲 感受到了一股冰冷而无声气的波动 内心涌起一股不祥 生出巨异 就是守护秘境的各教元老也都皱眉 这个人无情而冷漠 自从回来后一语不发 被黑色明雾笼罩 让他们都觉得不舒服 是他 明子 有人惊呼终于认出了他的身份 真相一出 引发一场大轰动 明子是谁 他来自枯寂与冰冷的死地 也有人称那里为明剑 被誉为明子 意味着他身份超然 实力强大无比 绝非一般的年轻乔楚可以比拟 外界有传言 他过去曾经杀过初代 拥有非常辉煌的战绩 所向披靡 自出世以来还没有人可以挡他 小友 你在与何人征战 一位老教主问道 并不提他被杀的事 只是这样询问 也算照顾了他的颜面 一个少年 明子冷漠地说道 此时他已经静下来 没有愤怒 也无沮丧 冰寒而冷酷 像是没有感情般 又是他 这一次 不要说普通的人 就是几位老教主 都眯缝起眼睛 有神帮引线 显然那个少年魔王 令他们格外关注 超凡脱俗 少年魔王 真是了不得 太厉害了 先横杀赤与贺一族数十强者 又拜龙雀与紫金针吼 再杀太阳神藤金烈 而金又斩了名字 众人议论 火魔宫众人 再一次泪流满面 为啥每次都要点到他们 真的太受伤了 这是在秘境中 被杀的第二位初代 都是由一人所谓 不要说是 一直在关注战局的修士 就是不了解的人 听闻后也知道 绝非等先 一时间 少年魔王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 所有人都在猜测他的身份 这个少年真厉害啊 狮子林夫妇也在谈论 为秦浩而忧 荒这个名字 再一次被人提及 近来出现在五行洲的神秘强者 非他莫属 在魔尊所立神碑上流名 力压秦长生 傲视十周 给我开启祭坛 我要回去 名字陈生说道 带着黑色的雾碍 伴着民土的气息 他要再进秘境 秘境深处 湖泊区域 水雾蒸腾 秀丽山峰流光溢彩 烟霞朦朦一片 宛若仙境 十号与大魔神 一同离开乱战之地 因为这里 实在不是叙旧之地 他们有太多的的话想说 内心深处都难以平静 到了现在 十五爷已清醒 哈哈畅快大笑 激动与喜悦到了极点 早已认为 孙儿死掉了 心有大悲 怎能想到 一个活生生的孙儿 在今日出现在眼前 在一处偏僻之地 祖孙二人 合力不下法阵 与外界隔绝 都露出了真容 爷爷 你的头发都白了 十号鼻子发酸 眼睛又红了 大魔神五六十岁的年纪 正是黄金时代 血气滚滚才对 可是而今满头白发苍苍 并且眼角于脸上 有很多细腻的皱纹 非常沧桑 爷爷外表虽然老了一些 但是精气神还在 得知你还活着 马上就会血气滔天 恢复过来 哈哈 大魔神豪迈地说道 他端详十号的容貌 拍在他肩头上 越看越是高兴 自己最在乎的孙儿 不仅活着 还杀到上界 在这里斩出带 格外对他的脾气 有他的风范 十号虽然早已与 大魔神的临身见过 但再次重逢 依旧有那种战力般的感动 心有无尽感慨与大喜 可惜 早先的那只是一道铃声 迅速陨落了 无法将消息带来 并告诉祖父 祖父你这是 突然十号心头一震 他摸到了十五爷的一只袖子 那里是空的 依旧是断臂 他快速掀开那截袖子 发现果然如此 早先看到的青年双臂完好 而经恢复真容 怎么又失去了一臂 看出大魔神满头白发 脸上的皱纹与沧桑 还有这条断臂 十号心中一痛 非常不好受 自己的爷爷这些年 经历了不少苦难 十五爷安慰他道 没关系 爷爷如今已经是尊者 并且随时都会点燃神火 到了这等境界 已经可以重生断织 要不了多久 就能长出来大魔神一番手 掌心出现一个育偶 告诉十号 他与此偶融合 便能化成另外一个青年的样子 且手臂无破绽 这是他在恶魔岛被追杀时 在一座古洞府中得到的宝具 是前人陨落后所留 十号点头 祖父的断臂可以长出来 到了尊者境就能血肉再生 只是最近一直颠沛流离 被天国追杀 没有刻意去重组真身 不过 他还是不放心 亲自为祖父检查 最后流出一色 十五爷的血气也太浓郁了 注视很惊人 佛下魔尊真血 无法炼化 全都封在我的血肉 与骨骼间 十五爷道 这是他在恶魔岛最大的机缘 十号惊喜 仔细探查后 那一团真血 散在血肉中 再慢慢洗涤祖父的肉身 早晚会发生 脱胎换骨的变化 爷爷 不要急于点燃神火 等你的断臂长好 而我得到更多的神圣保药后 为你熬练一炉神火丹 你在进阶同时 他又一阵醋眉 在祖父的体内 探到一股阴气 附在骨头上 这很诡异 这是什么 你发现了十五爷一探 这是服侍魔尊真血 带来的副作用 魔尊真血 不要说拳头那么一团 就是一滴 常人也难以承受得住 直接吞咽 一定会暴体而亡 庆幸的是 魔尊留下的这团真血 早已被化进了先天杀气 所有的有害物质 都几乎不存在了 不然的话 就是一位真神服下去 也得肉身暴碎 形神俱灭 虽然这团真血没有杀鸡 被化了得干净 但毕竟是一位 陨落的禁忌人物所留 他已经死去了 整座岛屿都昏暗于阴沉 而这团血 自然也被溶进去一次死气 虽然只是一丝 但对于后人来说 也很麻烦 十五爷起初还能克制 但是被天国的光天使追杀 遭受重创 出了问题 这阴气迅速蔓延向全身骨骼 尤其是 天国的猎杀者 行走于黑暗中 都是从尸山血海爬过来的 身上沾染着浓郁的死气 与阴雾 他们的杀剑 更是最恶毒的利刃 以血肉滋养 以神魂为食 这样批中十五爷 一下子勾动了那丝阴气的暴动 十号的息后 握紧了双拳 道 我早晚会登临天国 掀翻这个道统 无论是自己的祖父 还是补天阁的鬼爷 以及自己 都与这个传承对立 有难以化解的血仇 他早已立誓 要去走上一遭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十五爷安慰到 取出一坛烈酒 咕咚咕咚喝了下去 对于他来说 这种酒可以减轻阴气的含义 烈酒有效 十号精益 有效大魔神点头 以后我为爷爷寻来神酿 想来那些点燃神火的猴 以圣耀酿造的酒 一定能彻底跟出阴气 十号说道 他曾经喝到过普通的猴酒 便已经觉得是神酿了 滋味美到极致 很难想象点燃神火的一群猴 以圣耀酿造出来的酒会怎样 魔尊的真血中 蕴含有一些符文 我误透了真意 是熬练肉身的妙述 可以打磨躯体 慢慢蜕变 逐渐变强十五爷为十号 演化一组符文 并不是特别繁复 但却妙不可言 由寻常古文组合在一起 画斧为其 堪称一种无上传承 但他却一步一步前进 慢慢变强 最终世上称尊 因为他崛起于弱小 从最普通的古文助手 所以连带着这一妙术 也符合这种风格 他借此秘术不断蜕变 让自己体质越发的强大 等于是在缓慢的脱胎换骨 一点一点的涅盘 所以最后傲视上界 同原始真解 有一曲同工之妙 都是从最平凡的 最原始的古文入手 而后让他升华 爆发出最绚烂的火花 十号感叹 取出原始真解 给自己的爷爷观看 让他印证于参悟 他觉得 虽然已经在认真参悟真解 但还是不够深入 应该继续观摩 彻底误个透彻 到了那时 也许能以无法 而胜诸多最强神术 当然 昆鹏 真皇等师兄宝术 也是不可能丢弃的 因为这样的传承 已经走到了时间极致 可以为自己互道 了悟所有法是一回事 并不等于应放下一切 依旧要掌握几种最强神通 就如同忍者掌王剑一样 需以凶器护法 孩子 你要实施修行这则秘书 也许能让至尊血 再生出来十五爷说道 自己的孙儿 先后两次失去至尊骨 让他难以释怀 心有遗憾 尤其是第二次 另一个孙儿 没能救十号 却驱走了他的真骨 让十五爷心中发闷 如今 十号至尊血干涸 彻底干枯了 已经不算什么初代 十五爷在想 若是孙儿彻底恢复 那该有多强 我会修行的十号点头 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 道 爷爷 你体内有阴气 也许修炼一些 制阳制纲的法门 可以驱除 他想到了 昆蓬法的太阳力 而后又想到了 纯阳的雷霆宝树 爷爷 先修雷法吧 我从仙坟上 采摘来几株绝世宝药 服侍下一株 便可以迅速 勿透一种雷道神通 他有酸泥宝树 有雷天鹊的神通 当然最强的应该是 龙傲所留下的那叶金书 这几日 他都在琢磨这叶金色纸张 他水火不清 难以毁掉 但却没有符文 偶尔会发出道音 也无法参悟 让他有点无奈 我们爷俩一起来参悟 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 大魔神接过金书说道 两人尝试了各种办法 都无用 最后 十号将这叶金色的纸张 扔进了拳头高的丹炉内 里面有天河 有仙坟的土 都蕴含着无尽雷霆 并且伴着仙道气息 轰 电芒闪烁 雷光无亮 这叶金色纸张 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吸收仙道气息 在闪电中璀璨夺目 并变得晶莹起来 这时 祖孙二人都很吃惊 金色纸张上密密麻麻 出现成片的古文 居然都是闪电化成的 凡傲复杂到了极致 并有一股无上威亚 这肯定不是龙凹留下的传承 大魔神说道 目光战战 十分吃惊 这 我怎么感觉 像是一次面对 昆蓬法师那样 这是无上禁忌神通 十号震撼 了不得 十五爷点头 我们祖孙二人参悟透彻 然后联手 在秘境中横扫那群人 十号哈哈大笑道 雄性又上来了 第681章四绝天 十号与十五爷眼神炽热 盯着这篇大道神书 这叶金色纸张很特别 他以藤玉而起 定在虚空中 一一生辉 以闪电构筑的古文 非常的密集 他璀璨夺目 散发出的威压 令人灵魂振振激动 彭扶一位 禁忌存在复活 在这里辅助天下众生 不用多想 也可以知道 他价值无量 开启他竟然需要天河 仙坟上的土 所蕴含的仙道气息 这实在惊人 不可想象 若非如此 十号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得见经文 祖孙二人都入迷了 沉浸在当中 努力记下各种古文 体悟真经蕴含的 无上奥义 毫无疑问 祖孙二人都是五吃 得见这种 至高雷霆宝树 心思全部投入了进去 看得如痴如醉 忘记了其他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金色纸张渐渐暗淡 两人才回过神来 十号二话不说 将他再次扔进丹炉中 被浸泡在天河内 他汲取雷霆之力 吸收那丝丝缕缕的仙道气息 沙纳间 金色纸张再次发光 更为璀璨了 晶莹通透 上面闪电构建的符文 发出绚烂神霞 谱写无上奥义 爷爷 给 吃掉这重要餐物 我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领悟雷道宝树 十号说道 他先取出一株持续高的小树 通体鲜红 如红马脑雕刻而成 不过更为通透 如一轮红日 在绽放神圣光辉 而且 小树通体都是纹落 缭绕住赤色的雷电 发出阵阵雷鸣声 还伴着少许雾矮 说不出的神秘 这是他冒着生命危险 从仙坟上挖下来的 五株绝食植物之一 当时 为了挖几株林根 十号被雷电劈的死去活来 差点丢掉性命 费了极大的心血 大魔神惊讶 他自然能感应到 这株小树内 有大道法则碎片 有仙道气息 单以误导和修行来论 比圣药都要珍贵很多 小心 每次只能吞食一点 慢慢练化 不然肉身会承受不住 十号这是惊艳之谈 好 我们祖孙再次误法 出关后 合力去开启秘境中的 最高宝藏十五爷大笑道 对 谁敢伏击为我们 如果是凶兽与神情 统统烤熟吃掉 十号挥动拳头 霸气地说道 哈哈 大魔神发现这个孙子 越来越对自己的胃口了 不愧是他的后人 十号自己则取出一个 人头大的蘑菇 整体味金色 闪电劈啪啪啪啦的作响 伴着一股新香 闪电符号密密麻麻 毫无疑问 吞噬仙坟上的奇异植物 冒着极大的风险 无论是十号 还是大魔神 都被闪电劈得很惨 两人不仅皮开肉绽 并且机体浇黑 满头发丝倒树 脸上乌青漠黑 要多狼狈有多狼狈 十号呲牙咧嘴 他觉得这一株的药效 比当初浮食的那一株强了数倍 仙道气息异常浓郁 法则碎片也更多 他很担心祖父 结果发现 老头子虽然满身血迹 且看起来跟焦炭似的 但却一副很舒服 与痛快的样子 他吓了一跳 道 祖父你没事吧 无妨 这种阳刚之气 对我来说最好不过 可以剔除骨骼上的阴气 很舒畅 大魔神打倒 很快 祖孙二人安静下来 一个抱住一株 红马脑般的小树 通体被赤色闪电包裹 另一个人生前 则悬着一只金色的大蘑菇 金色电弧缭绕 他们宁静下来 不时吞噬一点雷电奇药 参悟金色纸张上的宝树 随着时间推移 这里出现两个光团 两人都模糊了下去 被大道碎片环绕 包裹在当中 越发的神秘 流转出的气息非常惊人 大魔神那里 赤电如红 浮光冲消 化成了一轮血色天日 而后又专为金黄色 仙道气息弥漫 最后庞扶出现了混沌气 这是一种惊人的变化 而十号也同样收获巨大 他被仙道残文裹住 耳畔有诵经声响起 在其周围 有无数的金属文字 烙印虚空中 时间流逝 一晃眼就过了两天两夜 祖孙二人沉浸在悟道镜中 完全忘记了其他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偶尔醒来 也是因为金色纸张暗淡 需要再次投入丹炉中 让他汲取闪电 以及仙道之气 这是一种神圣的场景 一夜金色的宝书 定在虚空中 刻满了金纹 散发绚烂神霞 传递古代 无上存在的奥义 而下方 两个人寂静无声 默默体悟 周围都是法则碎片 将他们环绕 越到后来 两人感悟越深 彭腹与金色纸张合一了 要融入了进去 这不得不让人惊叹 仙坟上长出的脊柱值 太过珍贵 可以让人在最短的时间内 参悟出雷霆的高深奥义 理解凡夫的古文 大魔神背后浮现一对翅膀 完全是雷电所化 赤红金银 两翅轻轻一碰 爆发无尽雷霆 恐怖滔天 而后 他又被符文淹没了 那些金纹融合在一起 如同简一般 将它包裹 越发显得超凡脱俗 在他这里 伴着丝丝缕缕的雾隘 如同鲜雾般 另一边 十号感雾一极深 在他周围 一株又一株草木生长了出来 有金色的 紫色的 绿色的 全都阴阴发光 这并非真正的草木 而是雷霆 全都是闪电所化 他体悟到了一种生命力 雷霆不仅是世间最强攻击法门 蕴含毁灭之力 他还有生命 也能生死人肉白骨 领悟到这一层傲益 可以说才算是在雷道宝树上登堂入室 真正进入高层次领域 雷道中意蕴含着新生 到了这一步 雷法已经算是有成 十号周围 草木疯涨 惊人之急 郁郁葱葱 各种鲜花绽放 无比的娇艳 那是雷霆之花 美得惊心动魄 随后 所有草木又多枯萎 如此反复 草木枯萎了繁荣 这像是一个轮回 险些勾动起十号自身的宝树轮回 最后 草木都消失了 凛列的金属气呈现 在十号的深前与背后 一根又一根金属绽毛 指向苍穹 接着 剑气洞天 蒸蒸而鸣 显然 它既以前的火 刚才的草木 现在又悟出了雷霆中金属气 感悟越发地深了 枪 一根金色绽毛在他的手中凝聚成形 这是金属气还是雷电 已经分不清 两者交融 手感与真实的兵器无区别 但威力更强决 十号站起身来 手持着杆绽毛 刺向虚空中 轰隆一声 如同汪洋岛眷 冲洗苍穹 这一毛刺出 威力太强决了 天地磅扑破烂了 除了有神毛的锋锐 还有雷霆的爆裂 屋间不摧 神勇不可挡 而后 十号平静了下来 盘坐在地 绽毛消失 这一种感悟 主沙法 金属气 脆枯拉朽 破灭所有大敌 它周围都是大道法则碎片 还有仙道之气 融合在一起 彭腹残茧一般 让它显得格外不凡 从仙坟上采摘下来的金色的蘑菇 蕴含着惊人的符文 拥有奇效 可以相助十号参悟雷霆宝树 与闪电融合为一体 那叶金色纸张发光 上面的古文十分神秘 竟有丝丝屡屡混沌气弥漫 惊人之急 十号继续参悟 收获巨大 雷道与自身相合 它在这一领域突飞猛进 哗啦啦 流水声响起 湛蓝色的液体出现虚空中 在十号周围流淌 晶莹透亮 当中甚至还有鱼儿游动 充满勃勃生机 活泼而灵动 这并非真正的水则 而是雷霆所化 是闪电变做了液体 可以说这惊人之急 闪电是什么 怎么能化作液体 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非一般登堂入室者可以做到 这需要理解透彻 参悟出最为反傲的法则 蓝色液体流淌 越来越多 很快化成河流 十号盘坐核心 任湍急的水冲击 最后 高空中也出现了 这是湛蓝色的瀑布 从虚空中垂落 冲洗它的肉身 那里一片透亮与灿烂 最后 河流与瀑布化成湖泊 不断拓展 整片虚空都成为了一片蓝色的海洋 异常美丽 而随着十号一直点出 雷霆无穷 湛蓝色的液体全部狂暴了 席卷向前方 这种力量 恐怖之极 这是雷霆化作火 草木 金属气候 第四种变化 湛蓝水叶 修行到这一步 在雷道领域 已经算是成就极高的人物了 很多比十号境界高 很多的人修行一辈子 都难以踏足这样的领域 在雷道领域中 这样的成就 被称作雷道四绝天 十号还在尊者境 就有了这样的领悟 算是世间罕有 随着它修位与境界的加深 四绝天的威力将会越来越大 至此 十号睁开了眼睛了 金色大蘑菇都被炼化干净了 而金色纸张也被它从头观看到尾 辽无欲心 充满了收获的喜悦感 然而 在这种巨大的满足感后 它也有一点遗憾 总觉得金色纸张上 记载的禁忌宝数还没有完结 应有后续才对 就像是一曲铿锵鲜音 到了高亢阶段 在最为关键处 突然断裂 还差一点登峰造极 这个时候 十五爷爷行转了 他那里很怪异 大道符文与法则碎片 如同江叶斑 画成一个茧 将它裹着 一缕缕白雾弥漫 像是仙气 又如混沌雾矮 异常神秘 咔嚓 大道符文画成的茧碎裂 所有法则碎片 都冲入了大魔神的身体内 它背后有一对雷翅 一黑一白 轻轻一震 雷霆如海 他所领悟的又与十号不同 他体悟了光与暗对立 以及雷电显行为器物的 也是雷霆法则 都却又不同 十五爷将金色纸张上的古文 与自己早年所得到的神魔传承结合 印证 故此体悟出了不一样刚蒙宝树 毫无疑问 他们都收获巨大 意犹未尽 感觉还差了一点 十五爷也是这种说法 有同样的感觉 爷爷 你跟我的感受一样 只差一些 我的雷霆宝树 就能登峰造极了 十号说道 即便这样 祖孙二人也相信 这已经算是志强的大道宝树了 可以傲视天下 金色纸张上所记载的古文 适合所有圣灵修行 上面并无明显的种族印记 我们该出关了 据了解下 那头龙凹到底什么来头 他怎么得到了这页金色纸张